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是讲到 引言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引言有益 我们来看这两个样本 前面是一个律师 完成了工作以后 给客户出具一份报告的时候 的一个结构 上面先来了一个声明和假定 其实先做一个说明 但是很可惜这个说明 本身并不是说明这个事项的 而是说明我们的法律责任 等等这一些内容 所以说如果说 我们看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我们看得有点云里雾里 当然了这个说明 给项目组的人看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你给别人看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甚至说看到下面 他也看不清楚在说什么 那么右边呢 是一个转让的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呢 也刚开始没有谈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 所以说只要是 没有接触过这个事情的人 肯定也会看得云里雾里雾里 所以说我们的合同的引言是跟他的一样的道理 你如果说是用引言直接把大家的注意力点引到主题上面 你的引言就起到了作用 如果说是没有把大家引过去的话 让大家得带着问题 你这里到底写的是什么 带着问题去看这个合同或者看任何的一个文件 都是非常累的 所以说我们那个引言呢 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直接把它锁定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我记得呢 多年前我曾经去帮一个企业去检查他们的合同管理 其中有一份合同呢 是审计合同 也就是工程项目做完了以后 来一个审计 但是这是一个小工程 小工程意味着呢 是什么 很有可能这个施工单位和这个企业之间是一个长期合作 既然是一个长期合作 我就搞不明白 它是一年审一次呢 它是一试审一次 也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审 然后我就带着问题去看 合同一共是企业主 我看到第七页 从违约责任这里才推断出来 它应该是包年的 一年之内所有的都给它审 就是像这一类的 就是引言上出了问题 你如果是在引言上直接点名 包年审计 这四个字出现 我这个用不着 花那么大的时间来核定 你这个权利义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这个合同也是前面 也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的合同在做的时候 你得考虑 怎么样让别人 直接一眼就能够看明白 你要再说什么 还有呢 就刚才有一点内容 可能是忘了说了 就是关于合同的附件 附件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两种合同的附件 一种呢 是证明资料之类的 你比方说 以前我们经常干的 合同附件是 以前 比方说我们签过的一份合同 把它作为一个附件 来证明我们这是一个补充合同 原来是怎么样的 或者我们签一个合同呢 对方的工商执照 工商登记 各种许可证等等 那个也是我们经常作为附件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各种的细节 也就是说呢 交易当中的 基本上是描述交易内容的 这些细节 比方说我遇到的一个最特别的一份合同 七页纸 其中呢 证文 合同证文 其实只有半页 另外的六页纸是什么呢 是 其实是一个清单 因为是一家企业 到一个专业的轴承店去买轴承 然后这个七页纸里面都是清单 哪家厂生产的 什么型号的 一共是要多少个 哪家厂的什么什么东西 列了七页纸 其实金额并不大 那么这些内容 你如果是把它写到证文里面 那整个的你这个证文 你都不知道在描述什么了 因为看全 看合同 最主要的看的是权利义务 你的那些东西的细节 包括你单价多少啊 什么总价多少 有的时候 这真的不是我们法律人干的 当然了 我也看到有的企业呢 是 他的法务会拿着计算机 在计算 这个单价 乘以这个数量 总价对不对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干的事情 那么你是应该是业务部门 或者财务去干的 因为我从来就 我只在这家公司看到 我们这个法务还要按计算器去计算那个 所以说这两类是附件的主流 一个是证明性的 一个是细节性的 但是还有一种附件呢 不太有 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肯定也会碰到 这个附件的内容 它其实明明就是合同条款 那么这种处理的一般的来讲呢 都是他的上级主管部门 或者是相关法律 对合同的证文有明确的要求 但是如果是完全按照那个要求 甚至说必须使用它的文本 去签这个合同 真的那么干的话 这个交易很难的进行 那怎么办呢 行 你让我非要用这样的文本 或者这样的条款去签 那么我就用这个去签 但是我们该说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我把它放在附件里 那个附件实际上是列附件 什么其他的约定等等 那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的条款 我们以前的开玩笑 就叫搞修正主义 因为有的时候 他这个修正主义搞的 把你那个组合同条款 都给你否定掉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比方说是这个 以前我也遇到的这种情况 就是双方的谈判 谈到最后 互不相让 这个说一定我要用什么样的条款 那个说你这个条款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说行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在大家都退一步 我们在有一个细节的约定 签一个补充协议 行不行 这个大家都愿意 那么这个补充协议呢 其实就是跟我刚才所说的这种附件 是一样的道理 这也是在实际交易当中的一种变通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合同的功能模块 前面是它的外在的形式 你的手部 你的这个正文尾部 还有整个的合同附件 它是形式上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四个内容 交易主体 交易内容 交易方式 问题处理 这个是功能上的模块 从细节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交易主体包括这个各方的名称 银行账号 通信地址 有的时候有这个代理人呢 或者是代表人 我们经常就讲这个动不动是法定代表人 其实你那授权的代理人呢 也是一种代理人 只不过他不是一个法定代表人 他那是授权的代表人而已 有的时候 还有一些对他的签订的资格等等的一个描述 这是关于主体 主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锁定 我跟谁交易 当然有些内容呢 其实是管理性的 你没有必要把它都写到合同条款 你比方说签订旅行的资格等等 我们很多的合同里面都把它写进去 甲方具备什么什么的资格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对于管理比较正规的企业来讲 这是管理性的要求 在供应商的或者合作商的选择这个环节里面 你没有这个资格的话 根本你连入围都入不了 所以像这一类 你如果是有了一个特定的程序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把它写到条款里去 所以这个又是涉及到更多的内容 主体锁定完了以后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子确定交易内容 交易内容呢 主要是关于标的的描述 但并不仅仅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标的 它的范围很大 也就是说你买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里面大致的范围是包括什么呢 标的 标的是什么样子质量 包括我们能够用型号来衡量的质量 以及不能够用型号来衡量 但是我们可以用质量标准来衡量的质量 然后数量价格除此之外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情况下 买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仅仅买这个东西本身 我们可能还需要别的东西 比方说我买一个工业设备 我们买了工业设备 可能我们的工人不会安装 那么需要人家来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我们可能不会操作 那么需要他们来培训 培训完了以后出了故障 我们可能一下子不会处理 那怎么办呢 需要有一个售后服务 包括备品备件 易损件 或者说是其他的比较关键的设备 关键的零部件 为了保险起见 你得给我多少个 或者我给我一个什么优惠的价格 给我多少个 或者说我买家特别占优势的话 你送给我多少个 放在这里 如果是有问题了 打电话 什么东西不对了 可能是哪个零件坏了 你去把它换上去 看行不行 你换行 那就这样了 我下次再给你寄另外一个倍价 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汽车修理行业 其实它不是修理行业 是换件行业 它不会修理 就是拿那个机器设备一检测 可能是哪个有故障了 那就把它换 换完了以后行了 那就行了 什么道理 我们不需要知道什么道理 也不知道什么道理 还有一些特殊的交易的内容 比方说知识产权 你许可我使用 我在多大的范围之内使用 或者是按照时间来使用等等 这都是我们的交易内容 所以是先是主体 主体里面是要符合各种相关的要求 以及我们能够确定它的微镜 然后是谈交易内容 我们这个交易内容 各个方面都把它锁定 来确保我们通过交易 能够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 但是这两个约定完了以后 这个交易内容约定完了以后 它是一个静态的一个东西 不会自然而然的就完成 那么怎么样让它从一种纸上谈好的 达成的一致变成现实 那就要约定交易方式条款 最为典型的是工业产品的交易 你什么时间给我送到什么地点 或者我到什么地点去提 我这个产品是分批次的 来交付的还是一次性交付的 另外包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运输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比方说有一些是要用冷柜车来运输的 中间冷链必须你一直给我开这个冷冻设备 你不能够降温设备 你不能中间不能够停 包装你怎么样子符合什么样的标准 能够我保护到什么程度 以及交易完了以后 比方说售后服务 你怎么样子提供 还有结算 我们用什么时间来结算 什么样的方式来结算 发票有哪些要求等等 这是我们交易方式 通过这个约定 这个主要的约定是什么 约定的是一个交付的问题 这个我忘了打进来 因为什么呢 一般的情况下 风险是随着交付来转移的 当然了 你可以有其他的约定的方式 这个交易方式 从理想到现实来实现 最终的实现 我买东西的 我来买货的 我要让这个 通过这个交易方式的约定 让货按照我的要求 到我这来 你要收钱的 那么按照你的要求 把钱交给你 这是交易方式 整个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这些约定都还是正常的情况下 所需要考虑的内容 那么如果出了非正常情况 该怎么办 那么就是第四个 合同的第四个功能 就是约定好问题的处理 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呢 实际上合同非正常旅行吧 还是挺多的 比方说持个一天两天 这个或者说是什么东西 这个送的这个数量不对了 那么几天之内 我给你补足 或者说我送的一个什么东西送错了 你给我免费给我拉回去 然后几天之内给我再 对的给我换回来等等 这个各种 非正常的情况 非正常的情况其实是都有的 真正的说一定要打官司去追究违约责任的 那个其实反而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问题处理条款 我们用一个比较严谨的一句话来讲的 它就是处理各种旅行异常情况 只要跟这个合同的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等 不一致我们都管它叫旅行异常 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处理 一般的来讲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妥协 或者说是我们用一个其他的一个功能替代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个补偿来处理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 比方说我们这次疫情出现的不可抗力的问题 情势变更等等 那是法定的问题处理 但是即使是法定的问题处理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约定 你比方说不可抗力出现了 我们要多少时间之内 给你提交一个证明 或者及时的通知对方采取措施 防止审视扩大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约定的 尤其是情势变更 直接适用情势变更的条件是相当可可的 所以你与其是等着法院或者是仲裁庭认定 你这个情况属于情势变更 你不如把那些相关的情况把它想清楚 直接把它约定进去变成组合同条款 那就问题就好解决了 否则的话 你要举证 要从这个法律上来说理 甚至要搜一大堆的案例 你也未必能够把它说清楚 直接把它变成条款 都好解决 包括这个问题处理 包括我们怎么样子解除合同 怎么样子在哪里打官司等等 都是这个功能 所以说整个的如果说把它用一个图来表示 这是简化的一个图 首先一个问题 同谁交易 那么就是对方的一个基本身份 我们的商务合同一般的来讲 都是跟企业法人来打交道 所以说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工商执照 然后某一些行业有生产的许可证 然后有资格资质的要求等等 这个符合完了以后 那才算基本上 他具备了一个完全的签订履行的合同的合法资格 至于说公司法向下的那些什么 另外的一定咱们不去管它 还有一些确定的联系方法之类的 这是同谁交易的一个模块 那么第二个确定的是交易什么 标的你是光买一个产品 还是这个产品包括了运输 包括了安装 这都可以约定的 不像我们原来的那个年代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真的就那么一个简单的 我去提货或者你送货 现在是只要能够把这个东西卖出去 你什么条件 都可以提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的话是卖方市场 我卖什么 你只有买什么 然后随着我们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 竞争的激烈 然后生产效率越来越高 新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然后产能越来越大 东西开始过剩了 过剩了的话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买方市场 那么谁有订单 尤其是有大的订单 那么谁就可以号令一切 我可以买你这个东西 但是你的价格必须给我压到多少多少以下 另外你得给我包运输 运输当中出了风险是你的不是我的 还有就是说到了地方以后你给我送到指定的仓库 我连卸货都让你给我包下来 愿意不愿意 愿意 就算是不高兴 能把它卖出去也愿意 所以这整个的市场决定了 那么交易什么 把这个锁定 锁定完了以后 怎么交易 那么就是一系列的 各种各样的要求都可以在这里提 提完了以后 正常旅行OK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 如果出现了非正常的情况 那么该怎么处理 你这个东西 很抱歉 这两天下大雨 我们那个车呢 没办法运输 没办法按时送到 晚一两天行不行 没问题 那就晚一两天 可以理解 那就达成一个谅解 也就解决掉了 这是处理的最多的一种方式 然后替代旅行 有的时候 确实没办法旅行 但是能不能这样子 这块先这样了 有机会的话呢 我再给你做一点补偿 或者是意思一下 咱们照顾一个长久合作关系 行不行 行 那也就这样 除了这几种情况 其他的都解决不了 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双方闹掰了 那怎么办呢 是非要打官司 非要找仲裁的 那是最后一种情况 所以说 我们不管你这个合同 商务合同 不管你是用多少页纸 多少万字 你最后就这么四个基本功能 锁定交易的主体 锁定交易内容 锁定交易方式 锁定问题的处理 所以你理解了这四个模块 有的时候 你在审核同也好 修订也好 从这四个角度 一步一步的往下推 你都能够推出很多的条款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就强调 我们首先是要理解合同 然后我们才能够看懂合同的文本 能够看懂合同的文本 我们才能够做出比当事人的水平要高得多的合同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 诉讼律师接触合同法 接触的比合同律师要多得多 但是诉讼律师如果是要去做合同的业务 可能我们的思维模式要换一个方向 因为诉讼律师他遇到的是具体的 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怎么样子从法律上找到依据 从证据上找到依据 去解决它 这是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们合同律师遇到的是一个抽象的 将来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的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考虑的说 如果它发生了 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能够解决 这个方式法律上能不能成立 如果是能够成立 我把它变成合同条款 这样子将来等到它发生的时候 我就处于一种有利的态势 所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思维模式 那么这是需要转换的一个内容 关于合同的这四个基本功能 我们又把刚才的那份合同拿出来了 但是这个合同拿出来 不是去讨论它的外在形式 而是看它的基本功能 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基本功能 锁定交易主体 跟谁交易 我们可以看 委托方 承揽方 这一块 其实基本上就把它给定下来了 然后我们在最后的一个 签署的一个地方 就是最后的一块 我们还有更详细的 比如单位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等等 因为后面的内容 跟前面介绍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里 没有把它全都截出来 就这么放了一部分 这个反正是不影响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它的第一条 广告承揽要求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其实是交易内容条款 也就是说我在哪里发布 颜色怎么控制 规格材料 发几期 每一期的时间等等 这是关于交易内容的条款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 这个费用的支付方式等等 如果是光是一个费用的话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交易内容条款 如果是有支付方式 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交易方式条款 第二条支付方法 广告费和支付方法 所以说把它理解为一个交易方式 我们再看第三条 验收期时间 这又是怎么样子 你说做完了 我该付钱了 那我得验收一下 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符合我的要求 我就付钱 那么这是交易方式条款 第四个 违约责任 这是问题处理条款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四个模块 第五条是什么 纠纷的解决方式 它还是一个问题处理的一个条款 这里面约定是仲裁委 或者是哪一个起诉 这很显然了 从这里看 它是一个标准的合同条款 右边第五条 第一款按下列 递某项规定处理 这很显然 它是一个标准条款 你选完了以后 可以再把这数字填进去 然后第六条 其他的事项 这就是弄了一个附件 作为一个补充合同 所以这个是关于整个的交易的内容里面的一些细节 也就是说 从形式的角度来讲 它是合同形式要件的 形式里面的第四部分 这个附件 然后第七条负责 这里面是一些前面放不进去的条款 放在这里 比方说附件的名称 其实是既登的 所以它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大基本功能在这里 锁定了跟谁交易 交易什么 怎么交易 怎么处理 合同里面 就这四个基本功能 当然了 在具体的合同里面 可能会有某一些的条款 它介于两可之间 但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所有的合同 你只要把这个四个功能 把它掌握清楚了 就没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之所以强调 这是典型的商务合同 才这样子划分成四个组成部分 是因为有一些小额的交易 它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 你比方说我们经常的这个小额交易 比方说到一个什么店就送货 送货的话 很有可能以前签过一个合同 但是也有可能仅仅就是一个送货单 你签一个字 这个送货单上可能双方当事人就简单写了一下张都没盖 但是你一签字就确认了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合同的一种方式 包括我们其他的交易 你比方说我们到超市去买东西 这也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 我们会签一份合同吗 那显然不会 所以说像这种不同的层面的交易 使用不同层面的合同 我们所说的这个是标准的商务合同 分成这四个组成部分 然后这个从形式上分成四大块 这个首部正文尾部和附件 那么这个例子是刚才所说的细节 它很大的一个细节条款 费用标准它是放在合同的正文里面 我是从另外一份合同里摘进来 摘下来 这份合同一共是三千一百多字 然后呢是费用标准 它是作为合同的第三条 就费用标准 一共是有这么多的内容 我把它截屏 就直接把它截了一下 放在这里 规定的非常的细 综格价什么单价呀 什么乱七八糟 然后这些具体的东西 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我只知道是工程上用的材料 整个的合同三千一百多字 这一些就是红字的部分 还有几条没有写的 没有截进来 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的吧 字数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一共是多少字呢 将近一千字 也就是说一份合同里面 三分之一的内容是一个费用标准条款 费用标准条款呢 就给你告诉是单价 到底这个单价是什么 那个综合价是多少 这一些 我们看一个合同权利义务的时候 其实是根本就不需要看的 它适用的权利义务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些呢 其实最好的处理的方式 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附件 直接就是放到 比方说附件一 这个计价标准 就放到后面就可以了 根本就用不着 把它放在合同证文里面 这也是刚才所介绍的一个 介绍过的一个 同场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今天呢 我们剩下还有 半小时的一个答疑的时间 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 是一个是我们合同的 一个是外在的内容 一个是它这个内在的一个功能 外在的分成 我们就简单做一个总结 外在的它四个组成部分 首部 名称啊 编号啊 交易双方 建于引言等等 然后是证文 证文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它内在的四个功能之中的三个 交易方式 交易内容 交易方式和问题处理 然后是尾部 尾部呢 通常的习惯 是把它作为一个签署栏 转发当身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呢 现在比较严谨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是一个印刷体 然后再一个手写体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龙飞凤舞的一个签字 你根本看不清楚 它到底是谁签的 包括这个美国也一样 比较正式的一个表格的话 它要提醒你 你的姓名前面一个print 也就是说你要用印刷体 也就恭恭敬敬 恭恭 整整的把它写出来 让别人的一眼能够看出来 后面是你的签名 后面的签名 那你就按照你的条件 按照你的习惯 你签完了以后 可能谁都看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个代表你的签名 包括这个美国总统 这个美国翻译 把他叫川普 我们大陆叫特朗普 他那个签名 我看了就怎么都像 那个地震仪上记录下的 那个地震波 但是人家那个 就是他的签名 当然了 他有电视 有摄影记者 也不怕他赖账 那确实就能够证明 是他签的 但是我们实际交易当中 现在也有很多的企业 就掌握 你必须有一个印刷体 或者是我们这写合同的时候 直接打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一个括号 签字 然后他在签的那里 证明是这个人 名字 签的名字 是这个名字 当然了 还有一些更严谨的一个做法 不光是要签名 还要跟你拍张照片 有些银行是这么干的 尤其涉及到担保之类的 他要跟你再拍张照片 包括我们有一些商品房的二手房交易 估计也是这个主管部门吃一欠涨一日了 你在交易的时候给你拍张照片 你再说这个谁谁谁不是 我没去过 那到底是不是把照片调出来 就能够看得清楚 那么还有一个声明于承诺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安全措施吧 比方说 以前保险合同 以及所有的格式合同 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只要你是一个格式条款 你必须适用合同法里的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 对其中的不清楚的东西 你必须要按照相对方的要求 做出解释 那么以前发生的诉讼是什么 就说这个条款我看不懂 对方没有跟我做解释 那么法官认为 就说你没有按照这个要求来做出解释 那么责任是归你的 所以说呢 现在有一些银行呢 还有保险公司都是这样 整个的合同完了以后 你需要签两次 其中一个是声明或者承诺 也就是说 我已经仔细的通读了 而且 明白了 这个整个的合同的含义 而且 比方说这个银行 或者是以放了什么 已经是按照我的要求 对我不明事宜做出了解释 签个字 声明 这个他完成了一个形式要件 对他来讲是一个保护措施 然后再是一个签署这个合同 合同上的签名 这样的话两个签名 一个合同成立 一个是确保 你已经是得到了一个圆满的一个解释 这是两种 两个签名同时在起作用 附件的这块呢 我们已经刚才介绍过了 再回顾一下 前面呢 是他的这个组成部分 后面我们再强调一下 或者是叫总结 首先 跟谁交易 我们这些条款把它锁定 然后是交易什么 我们再把它锁定 然后这个锁定完了以后 我们要考虑 我这个交易怎么样子实现 他口袋里的钱 怎么到我口袋里 我的货 怎么到他的仓库里 那么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整个的设计 时间呢 地点呢 包装啊 怎么样子验收啊 等等等等 这是第三个功能 锁定交易方式 那么第四个功能是 前面的这些约定 出现了意外 我该怎么样子处理 是友好协商呢 还是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个里面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条款呢 也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一个条款 比方说这个任何的一方 未进事宜 必须经过协商以后 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等等 这句话其实没有实际意义的 没有一个法院说 你们没有协商过 所以说我这个不受理 你去的话他都受理 将来怎么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也许将来说 让你们先去协商 那也很简单呢 我就是要求 你给我多少的违约金 那个时候不同意 那回头又告诉法官 我们协商过了 答不成 那么还得起诉 所以说这个我们合同条款里面 其实有很多没有法律意义的条款 你把它去掉和保留 对法律关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引言 它可以是一具有实际功能的条款 也可能完全就是一句装饰性的 或者是仪式感的一句话 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 就没有问题了 将来不管你大合同小合同 我们从后面的四个功能去分析 就能够看穿合同条款里面的 具体的有哪些问题